原标题 如果现在以色列要报仇 那么能打赢德国吗 从世界历史来看 最为凄惨 同时又是最为坚韧的民族 恐怕非犹太人莫属了 犹太人古代流浪千年居无定所 而近现代饱受沧桑 尤其是二战期间 被德国纳粹集中的屠杀 死者多达几百万人 俗话说国若被国弃卡 而现在以色列强大了 如果要报仇 跟德国打 以色列能赢吗 主要有三点 很多人可能要说了 现在德国忏悔道歉 因此两国和解 关系很好 因此以色列不会报仇 但是从本质上看 国家仇恨很难一笔勾销 这里我们是假设以色列要报仇 要跟德国开战 那么能打过德国吗 其实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白 决定战争胜负主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是综合国力 这是一个国家进行战争的国力基础 综合国力强才能更加具有主动性 有地方实 第二就是军事意志 这里面主要包括军 是实力和军事意志两个方面 也就是说军事实力越强 军事意志越坚定 那么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三大国帮助 这一点也尤其明显 在自己力量不足的时候 如果能有大国帮助 那是最好不过了 而且有时候 大国直接决定战争的走势和结果 可谓是非常重要的 最典型叙利亚战争 如果不是安罗斯帮助 现在叙利亚恐怕早就没了 知道了这三个条件 那么要知道以色列和德国谁更厉害 那么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综合国力来看 德国是欧洲大国 领土面积广大 是以色列几十倍 人口也超过八千万 经济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也是以色列的好多倍 因此从综合国力来看 德国绝对强过以色列许多 因此德国具有战争的 潜在强大国力 这也是一战 二战那么多国家一起 才能打败德国的原因 因此比国力比不过德国 德国利于长期的消耗 大 持久战以色列必然失败 第二 军事意志来看 首先军事力量 现在以色列无论空军 海军还是陆军 实力都很强悍 而且德国二战后 基本上废除武功 实力大减了 现在的力量只能维护自身的运转了 而且以色列还有核武器 有原子弹 因此从战争武器来看 以色列更强 而从战争意志来看 以色列向来那是不怕死 不然不可能不断打败阿拉伯联军 而且对德国那是报仇血恨 所以战斗意志更加强过德国 而德国自从东普鲁市被占据后 基本上就是战斗意志被阉割了 整个没办法跟以色列比 所以如果军队硬碰硬 德国打不过以色列 第三 大国的作用 德国国力强 以色列军力强 可以说各有优势 而两国又都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盟友 因此 美国帮谁 那会取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多人都说了 美国人中15%是德国后裔 肯定帮德国 但是实际来看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更多 因为犹太人掌控美国财富 那才是最大金主 而且德国一直试图抵消美国的控制和影响力 美国对此不满 所以美国支持以色列 稳固中东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如果是如此 那么以色列要报仇 打赢德国的可能性最大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 还原历史背后真相 参考文件 以色列史 得意志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